细数历史上末代皇帝的下场,哪个最惨哪个又最好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在世界历史上,中国是朝代数量最多,更替最贫的国家,因之,末代皇帝也就有长长的一大串。 中国的封建社会最漫长,因其漫长,从某种意义上说,可以称之为具有特殊的超稳定性, 但这种超稳定性,又恰恰伴之以内部的混乱和动乱,相互推翻的是从来相继不断,一方面是稳定,而一方面是贫乱,时时出现你死我活逝的恶性变革。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,每一个朝代的王或曰皇帝,一开始创击时,大都有一点本领或业绩,到了末代的王或皇帝就成了这样那样的可怜虫, 他们到此也不会有所感悟,找不出颇具理性的原因,这就需要后人,即经人替他们做一点应有的思考, 他们的形状,当然,只限于中国历史上的事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,好了,言归正传,从某种意义上说,夏朝的起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。 他的父亲语音治水有功,只是被不足推举为带有不固定性的首领,只有到了他儿子起才是确立了国号夏且有血缘承袭性的王。 夏起一开始也曾仿效他父亲的艰苦朴素之风,吃粗食,我薅肉,兼致敬老爱幼,且又多见战功。 但后来他却受权力惯性的支配,大肆享乐起来,游戏打猎和酗酒,不久便死了。 他的大儿子泰康,比他父亲还腐败,被遗族首领后裔赶走了,将泰康的弟弟仲康立了傀儡王。 此人也不久便病忧而死,而那个威风一时的后裔,也是个腐败分子,因迷恋喝酒打链,不理正事而被人用酒灌醉,杀死了。 此种人大都不得善终,值得研究。 夏起那样不中用,但夏朝毕竟延续了五百年左右,这样的事貌似很奇怪,但细想起来自有其原因。 只能读完了中国历史之后再去演卷沉思。 夏宇的第十四代孙子叫夏杰,此人是十足的混蛋,单就一件事就可看出。 他为了修建以欲为主体建筑的宫室,就占第十里,高石杖,费事七年,如此昏庸,安得不亡。 被夏宇赐给商帝的头领名字叫妾。 第十四代的孙子叫汤,颇有德才,曾被夏杰投进监狱,后来逃掉了,自然要搞垮杰。 杰竟然只带领了他的小姨子妹喜,最后双双饿死在安徽省的南朝山中。 商周,商汤石颇有作为,毕竟只属于个人行为,而商朝的第三十个王级商周王,一成帝心,就十分荒唐了。 周青年时代是个了不起的人,不仅力大,模样漂亮,而且颇有功绩, 尤其是攻打东移,开发中国的东南地区都有过不寻常的贡献,但此人后来的行为是人人都熟悉的,除了溺于酒色之外。 还发明了剖心,挖杆,袍洛等酷型,最后,洛德穿上他的保育衣,大吃大喝一场自焚在露台上。 一个年轻时代曾经大有作为的王,何以最后有如此归宿,我看不要只想到偶然,要从必然中去找原因。 周南王 周朝,包括西周和东周,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,延续了八百年,开国的文王,武王确实有一乎寻常的作为,但到了末代子孙周南王,就成了可怜虫。 他做管辖的,只剩了三四十座城池和三万多人口,强大的勤工打过来。 这位执政五十九年的周南王,还想凭自己的天子之威拼搏一下,凑集了五六千人之后,便向许多富户借钱,用来作为军饷,并写下了字句。 结果,他凑集的那几千个乌合之众,一遇上秦军就溃散了,富户们便聚到宫门大吵大闹,索还借款,周南王不敢见人,躲在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发抖。 后来,人们称那个台子为避寨台,没办法,周南王只好向秦称臣,没过一个月,这位可怜虫就死了。 秦朝末代皇帝紫英。 秦二世三年,前二百零七年,九月,赵高杀死皇帝胡汉。 立紫英为皇帝,紫英当上皇帝后没几天,就诛冽赵高三族,然后携带玉玺,主动投降刘邦。 在刘邦手下时,房快虽然建议杀死紫英,但刘邦没有听从,等项羽大军进入咸阳后,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紫英,然后纵火焚烧秦王宫室,屠戮士族,将秦朝历代积累一举而进。 西汉末代皇帝刘英。 原始五年十二月,公元六年,年仅一岁的刘英被王莽立为太子,王莽则自认假皇帝,刘英当了三年太子后被囚禁,任何人都被禁止同他讲话,以至于他长大后六处不时。 说话都不清楚,初始元年,公元八年,王莽强行废地,建立新朝,降刘英为定安宫,更始三年,二十五年,刘英被刘玄部将李松杀死。 东汉末代皇帝汉县帝刘邪。 建安二十五年,二百二十年,刘邪善未给曹丕,自己被降为山羊宫,在封地他成了一名大夫,为平民百姓治病救人,一直活到魏明帝青龙二年,二百三十四年,才去世,享年五十四岁。 而这时候,董卓,袁绍,曹操,曹丕,刘备等人都早已死在了他前面。 西晋末代皇帝司马业。 建敏帝司马业是西晋第四位皇帝。 他登基时,西晋经历了八王之乱,已经无力作战,建兴四年,三百一十六年,司马业投降前赵刘耀,被封为怀平侯。 之后的司马业受尽屈辱,被新皇帝逼迫洗刷酒杯马桶等,四年十二月,即被刘聪在平阳杀死,终年十八岁。 隋阳帝,大隋帝国。 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,修隋朝大运河,改州为郡,改渡量衡一股市,对后世颇有影响。 然而频繁地发动战争,如清征土玉魂,三征高沟礼,加之滥用民力,致使民变频起,造成天下大乱,导致了隋朝的父王。 大业十四年,六百一十八年,肖国军在江都发动兵变,杨广被叛军一杀。 昭宣帝,大唐帝国。 明礼作,唐昭宗李业第九子,公元八百九十七年,封辉王,公元九百零三年,受任开府一同三司,冲诸道兵马元帅。 公元九百零四年,唐昭宗遇害后,蒋玄徽甲传一诏,拥立李柱即位,李柱在位三年后被废,次年被镇杀,葬于温灵,年仅十七岁。 后唐明宗李四元追逝其为昭宣光烈孝皇帝,但妙号景宗未被采用,故后世称其唐哀帝或唐昭宣帝。 宋怀宗,南宋,宋怀宗赵炳。 南宋第九位皇帝,宋朝最后一位皇帝,宋末三帝之一,赵炳是宋独宗第三子, 宋宫帝,宋端宗的弟弟,曾被封为信国公、广王、魏王等爵位,圣母为于修荣。 1278年4月在冈州及皇帝位,改元祥兴。 1279年3月19日,南宋朝与盟员在崖山展开决战,始称崖山海战,宋军被援军击败,援军随后包围崖山, 左丞相陆秀夫眼看靖康之耻又要重演,最被十年八岁的赵炳在广东崖山跳海而死,南宋在崖山的十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。 宋王朝父王,元顺帝,元朝,贝尔至今,妥欢铁木尔,元朝第十一位皇帝,蒙古帝国第十五位大汉, 公元1340年,妥欢铁木尔,颁倒全臣伯彦而亲政,亲政初期,他勤于政事,任用托托等人, 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,史称治政新政,包括搬行法典,治政条格, 以完善法制,颁布举荐守令法,以加强廉政,下令举荐一隐之士,以选拔人才,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击毙已久的社会问题。 公元1351年,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。 后期逐渐带政,沉眠享乐,元平内斗不断,外部民变谍起,无法有效地控制政局。 公元1368年,明军进攻大都,妥欢铁木尔出逃,蒙古退出中原,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。 明朝,明朝最后一个皇帝,崇祯皇帝,当时南明王已经逃到了缅甸, 后面吴三桂为了斩草除根,俊缅甸把崇祯皇帝抓回了云南。 永利弟说他想回北京看十二陵,当时还没叫十三陵,吴三桂答应他, 但是吴三桂担心路途遥远,万一路上被反清复明势力劫走就麻烦了, 想来想去就在云南把永利弟杀了。 清朝,清朝最后一个皇帝,溥仪,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, 1909年到1912年,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, 本来有着皇室优待条例的存在,他若老老实实的,余生应该也不会太差, 但他自己作死,1934年又,投降日本人,北上当了为满洲国的皇帝,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溥仪被苏联人俘虏, 在苏联被关押到了1950年,后被押解回国, 关入战犯管理所,1960年被特赦后回到北京,1967年去世。 中年61岁,在所有的末代皇帝中,结局也算是不错的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